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当听到圣人这个名词,有人会联想起圣堂彩色玻璃上的传奇人物 有人会觉得他们遥不可及,头上有光环,完美到不属于这个世界 也有人会以为他们是天主教会所抬举,甚至是被神化了的凡人 到底天主教会所指的圣人是何方神圣呢? 天主教会恭敬圣人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最早期是源于对亡者的思念 因为基督徒相信人死后,将来必会复活 教会在最初的300年中,因为受到罗马帝国不同程度的迫害 很多基督徒以生命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成为殉道者 为了对这些殉道的圣者表示崇经 基督徒会在他们的致命周年纪念日 去到他们殉道的地方和墓地,举行离撒感恩祭 自第四世纪开始,教会再没有遇到大型的迫害 但是一些具有圣德生活的基督徒很受人尊崇 开始被专称为圣人 天主教会会将一些人发封做圣人 因为他们都是平凡人,他们有血有肉 我们会知道既然他们都可以成圣人,我们都可以 这些圣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国家,文化 不同的年纪和背景,以至到不同的旅行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他们都可以成圣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成圣 封圣人都提醒我们,我们在天堂上有很多的朋友 这些朋友很关心我们,他们都会继续帮我们去转土 帮我们去求天主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 为人转土或者代土,意思是信有 为他人向天主祈求他们所需要的恩惠 代土表达出教会内的兄弟姐妹 在天主的爱中予此关怀,予此支持 天主教的教理指出,圣教会不单只存在在地上 亦同时存在在天上,都是属于同一个基督的身体 在天主的爱中互相依赖,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求天上的圣人为我们转土 这样其实我们可以向天主直接祈祷 不过天主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值其他人去帮助我们 有些可能是我们身边的神色人员 修女、朋友、导师等等 但都有天上的圣人会去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直接恭敬天主 向天主直接祈祷 但都可以间接恭敬天主 请圣人去为我们祈祷 当我们去向圣人祈祷的时候 然后感受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其实遇上到天堂的福乐 因为天堂上,这些圣人会永远关心爱护我们 在这个现世,我们已经感受到他们这一份爱了 祈求圣人的转土 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个向天主祈祷 和他沟通和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取代个人直接向天主祈祷 在最初的一千年里面 教会对圣人敬礼的批准 没有特定的程序 只要是受人所敬仰的 由人所推崇的 教会都会顺应民意 称他们为圣人 到了大约一千二百年 教宗亚历山大三世 正式颁布法令 只有教宗才有权策封圣人 而到了十七世纪 教廷定立了更有系统的丰盛程序 如果有一个人去世之后 而去过一个若干年之后 有人认为他可能应该被封做圣人的话 可以向教会提出一个案件 教会会调查这个人的身平 去找证人 也会去审查这个人的著作 写过的东西 如果他被调查的时候 这个人会称为天主的宗博 Servant of God 要调查他事件一样 想看看他有没有收得行 收到英雄式的地步 又或者看看他有没有曾经 为天主而松道致命 如果其中之一得到证明的时候 教会可以出一个Decree 证明这个人是一个Venerable 是一个可敬品 可敬的时候 如果他是松道者的话 他也可以去得到这个风道真福品 但如果他本身不是松道圣人的话 他需要借着他的代讨去行一个奇迹 奇迹得到证明之后 教会会可以将他封做这个叫做真福品 Blessed 真福品就是教会容许 教会总许 地方教会 或者是地方的团体 以圣人的敬礼 今天在天堂那里 这个就是风为圣品 和普通人距离很远 但其实大部分的天主教徒 都会和一位圣人有特殊的联系 这位就是他们的主保圣人 因为领洗是新生命的开始 所以教徒领洗的时候都会选一个圣名 那时候都是一个圣人的名字 这个圣人的名字可以帮助领洗的人 来到有这个心火去效法这个圣者 还有感受到在天堂上 这个圣人会是一生地去做这个人的保护者 代祷者 也都觉得自己天堂上 有一个特别的朋友在照顾和支持 除了向自己的主保圣人祈祷之外 天主教徒也会为各种需要 向不同的圣人祈祷 因为每位圣人都有独特的恩宠和圣德 来自不同的背景 拥有不同的经历 所以教会会恩着他们的特质 定他们为不同意向的主保圣人 例如耶稣的养父曾经是木匠的圣药室 就是工人的主保圣人 又例如曾经患癌症 而奇迹地得到治愈的圣贝勒格宁 是癌症病人的主保等等 圣人的遗骸 或者是他们曾经用过的物件 称为圣毒 这样圣毒是有分三等的 第一等就是来自圣人的身体 就是譬如是头发 或者是牙齿 或者是圣人的骨 或者是圣人的血 想到有些小朋友 当他们掉了牙齿之后 或者在做了头发之后 父母都喜欢留下他们的头发 或者牙齿 去留为纪念 所以持母性教会 都喜欢拿出圣人的一些围 来的东西 例如是头发 牙齿 或者是骨 少少这样 来养人 去留为纪念 第二等的圣毒 就是圣人生前用过的东西 穿过的衣服 用过的餐具 或者用过的纸笔物件 都可以是圣人的第二等的圣毒 第三等 就是在朝圣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的 就是将一些圣物 去接触第一等的圣毒 或者接触圣人的坟墓 这个就是第三等的圣毒 天主教徒爱慕 同尊敬天主所爱的圣人 所以亦都尊敬他们的围体 同属于他们的物件 其实公敬圣毒 就好像这个圣像 或者圣上 都是帮我们赌物诗人 当我们向一个圣像 祈祷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向圣像 祈祷 不是向一个木头 或者一个石头去祈祷 但是向这个圣像 所代表的那位来祈祷 所以圣独都是 当我们向着圣独祈祷的时候 其实我们向圣独 所代表的那位 在天堂上的灵魂 来献出我们的祈祷 圣独有一个好处 就是帮我们有一种连贯 一个联系 因为帮助我们想到过去 就是说这个圣人 好像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 他生前因为圣体圣事 这个身体得到圣化 因为做善恨 因为爱得得到圣化 我们今天都有同样的恩赐 我们都可以成圣 但是圣独都帮我们去维系 这个现在的时刻 因为就是现今 我们想到这个圣独 代表了在天堂上的灵魂 这个灵魂在天堂上 在天堂前是生活的 继续关心我们 去爱我们 所以我们尊敬圣独的时候 就是尊敬这个在天堂上的灵魂 他为我们在天主的台前 献上宝贵的祈祷 但是圣独都帮我们有这个联系 去展望将来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肉体的复活 将来这个死去的肉身 要复活起来 得到天主的光荣 得到永恒的赏步 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 将来都可以 好像他们那样 得到复活和光荣 和希望将来 我们和他们 会永远在天堂上 共享永福 居住在温哥华的 何庭耀神父 Pad Antony Ho 很喜欢研究圣人的生平 所以他对很多圣人的事 与值得学习的地方 都撩如指掌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兴趣 就是收集圣人的圣读 其实在我中学的时候 已经有人给一些 圣人的圣读卡给我的了 不过去到2008年的时候 因为有一位神父 给了我一些第一等的圣读 一些圣人的骨 所以我开始非常有这个心火 来到有圣人的圣读 去到2009年的时候 我亦都去写信给不同的修会 来到去要求他们 给我一些圣读 所以在那个时候 2009年和2010年的时候 我是很积极地 来到这些圣读 很能够去帮助我 为教友服务 和帮助我自己个人的神修 何神父在短短几年内 就收藏了三四百个 属于不同圣人的圣读 这些都是初期教会的宋道圣人 例如质制尼亚 音乐主堡 又或者阿弥陀斯 Lucy等等 也有一些是教会的圣诗 他们教导道理是很厉害的 例如是Augustin Gregory 也有一些是修会的创办人 例如是圣方祭 又或者有耶稣会的创办人等等 所以这些圣读主要是圣人的骨 但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圣人的遗物 例如这个就是中华的宋道圣人 圣董文学死的时候所穿的绸衣 和被卖装的时候 都是穿着这件绸衣 所以是绸衣的一块布仔 也有一些就是 譬如是圣人生前用过的 譬如是圣人生前用过的小木 又或者是棺材的小小木等等 在他收藏的众多圣读之中 有几个对何神父来说是特别有意义 这样就 这个可以说是我的最爱 因为我自己的名字是Anthony 姓安多利 所以这里有姓安多利的圣读在书 而且一起的有姓多明我 动明会的创办人的圣读都在这里 另外一个我都很喜欢的就是 因为香港那里我是读这个慈友会的学校 所以慈友会就是圣人王鲍斯高神父所创立的 所以圣鲍斯高神父的圣读为我来说 都是非常之有意义 收藏这么多圣读 何神父并不是只是将他们放在柜里面珍藏 而是积极地以他们作为他木民工作的其中一个工具 有时候在离塞的时候 如果那天是圣人的尖礼日 我会很喜欢将圣读放在教堂那树 离塞的时候教友可以看到圣人的圣读 离塞完的时候会请教友个别地走上来 我会用圣读个别地祝福那些教友 有时候去探访加油在家里圣屋 又或者病人在医院里 我都会带圣读给他们特别祝福 有时候那些学生在学校 当我在班房讲道理的时候 讲到圣人的故事 都用圣读给他们看到和降福 那些小朋友他们很喜欢圣读的 圣代圣读的器皿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 当选择在什么场合带哪个圣读 何臣富亦要花一些心思 这个十字架里面有五个圣人的圣读在树 都是苦难会的圣人圣女 这样变成一个十字架带着 来可以比较有特别的降福 还有这个圣读里面有圣女小德兰的骨 因为它是用这些木来做container 也为我来说很容易将圣读带出街 可以去降福教友 探访教友家庭 探访医院或老人院的病人 除了以圣读祝福教友之外 圣读在何臣富的个人灵修上 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当时发觉到自己有需要去祈祷的时候 我喜欢看到圣读提醒我 圣人在天堂上都关心我去为我祈祷 我们也想到看到圣读都勉励自己 要效法他们 像他们这样有爱和牺牲的精神 去走上这个成性的路 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教会以最大的崇敬 来保存殉道者的鞋骨和遗物 是由于看到这些鞋骨 就好像看到圣人 使教友能接触到他们英雄式的见证 追思和学习他们如何活出基督的福音 藉此加强教友对基督的信仰 因此教友能够在圣读前祈祷 是很大的恩宠 而圣经里面 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记载 一些人曾经因为接触圣者的身体 遗骸或者脱身物品 而得到治愈 在前面经济上的命运 在古语的两诺药 在第二诺福音的尔律 在乡肪被被基督在一个砂头 尾巴阿辙斯和神的膝 也突然的脂身 转了那个亚子 后来回生 在新语草 我们听到一时的员 还能够保持他的衣服 它可以蓉大了 而她做了 所以所以被救,和她有所能的信息。 但它很重要是她被戴了他的服務, 但他被戴了他的服務, 不瘋的充電。 而且他卻戴了他的活力。 那時,她被戴了他的服務, 而被戴了他的服務。 在他在法治的眼神的信息, 人們會被戴了他的手。 他們會被戴了他們的手, 他們會被治療被救的。 他們會被治療, 從任何惡靈的靈魂 被人感染 聖毒能夠令人得到治癒 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 擁有什麼神奇的力量 而是天主選擇用他們 作為一個媒介 讓人透過接觸他們 而得到醫治 治癒的恩寵始終是來自天主 和何廷耀神父一樣 Father Carlos Martens 也對聖人和聖毒十分熱愛 他收藏了接近 二千個聖毒更是鑑定 聖毒真藝的專家 由2005年開始 他將他收藏的部分聖毒 帶到美國和加拿大的 天主教聖堂,學校 甚至監獄去展覽 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這些聖毒 認識他們所代表的聖人 並在聖毒前 祈求聖人的轉土 Father Carlos曾經見過很多 透過聖毒發生的治癒奇蹟 祖然有很多震 Commission 請教ERE 其實一般的震者 阿 99! 因為恩和祥承 到家派狀 是 얼굴以arks 也許能力 是一個弟外 omn 如果有人已經裹死人 看見人們 在他們的信仰生存在 和遭遇到耶穌基督的基督 基督的基督是美麗的 但他們不是自己的結尾 聖徒一直在向他們的基督 他們不會向他們的基督 法拉卡羅斯很喜歡將聖毒帶到監獄 特別是一些曾經犯過罪 但最終洗心革面 歸依天主聖人的聖毒 向囚犯講述他們的事跡 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很多時那些自稱無神論的囚犯 亦會被深深感動 法拉卡羅斯覺得 人的內心 因為接觸到天主的慈愛而轉化 比起肉體上的治癒更難能可貴 在家庭系統上 是一般很流行的 要描述自己的一種獨立 是一種方法 很多居住人喜歡 因為他們覺得困難 並不需要任何人 但我從來沒有去到一個室室 在那裡 每一位居住在他身上 在祈禱祈禱 我從來沒有遇到任何其他人 法拉卡羅斯每次舉辦聖毒展覽 首先都會做一個有關聖人和聖毒的講座 從聖經、教理、靈修等角度 讓參加者了解耶穌基督 如何透過聖人和他們的遺骸 和遺物接觸世人 當大家在知識和心靈上 作好準備後 他才會讓參加者到每一個聖毒面前 祈禱和默想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般的展覽 而是一個靈修的經驗 很多參加者都會有所得著 這個場面從來沒有見過 那麼震撼那麼多聖毒 那麼多聖人在我身邊 很開心 還有覺得天主教徒很幸福 因為不僅僅是我們自己一個人走這條路 原來我們身邊有那麼多聖人陪著我們 因為神父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聖人陪著你 去到最後一張桌子 差不多是尾姨那一個 我之前每一個都叫聖人陪著我等期 我完全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我一去到尾姨那一個 正正是聖Lucy 我當時的感覺就立即跪下了 其實這是一個叫 因為我自己是聖女子 我完全是愛嬰兒領小 完全不知道這個聖人的東西 後來就自己長大了 開始了解這個聖人是誰 認識多一點他 看到他 我實在感覺是我們老 舊地相逢的感覺 所以我很感動 法德卡羅斯舉辦這些聖毒展覽 每次都要獨力將超過150個 珍貴的聖毒裝箱 搬運到展覽場地 細心地將他們逐一安放 活動結束之後 又將他們逐一收起運走 絕對不是輕鬆的工作 但當他見到參加者 透過聖毒和天主有深刻的交流 就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給我 最改變的時刻 是當我看到人 讓人讓神進來 當我看到人在信心中 遇到敵人 而他們想遇到神 在那時刻開放 神的感受 那一刻 那一刻無論我 法德卡洛斯每次講座都會講述聖馬里亞葛萊蒂的故事 葛萊蒂在110年前生於意大利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 他11歲時,隔離屋19歲的少年力山意圖強暴他 他為了保持精節,極力反抗 力山憤怒之下,用刀向他身上插了十幾下 葛萊蒂被送到醫院急救,但結果都是雙重不治 他臨終時,竟然表達他願意寬恕力山 他對傷害他人無條件的寬恕 令他日後成為天主教會內其中一位最年輕的聖人 很多人聽過法德卡洛斯講述《葛萊蒂》的故事都被感動 我以前沒聽聞過聖人的故事 今天聽到之後,感受比較大 我覺得我很需要在他身上學習如何寬恕傷害你的人 我喜歡聖人的故事,因為很興奮 然後我想學習和做聖人一起去天堂住 在2012年5月,聖馬里亞葛萊蒂的遺體 首次從他的家鄉被運到多倫多,讓人佔養 多倫多的書機主教Thomas Collins更為這件聖事主持尼莎 在幾天內,有數以千計的教友去佔養這位年輕聖人 祈求他的轉土 法德卡洛斯鼓勵大家閱讀聖人的生平時聖 了解這些平凡人 如何英雄式地活出基督的福音 成為基督徒的榜樣 我會說, next to Script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read are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read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because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are the Gospel incarnate they are incarnated within a time and place within a particular set of flesh and bones, if you will and the saints provide us with a model of living the Christian life they've encountered the problems that we encounter they've encountered the struggles and they've provided a way out of them and so that is a powerful thing if you want to ignite your faith life read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you will never regret it 他們有血有肉 經歷過誘惑 經歷過考驗 我們都有 他們可以得勝嗎? 我們都可以的 天主教會會將一些最值得尊敬 和後法的信徒作為模範 去鼓勵世人跟隨他們的方表 並以謹慎的方法 將這些人拆封為聖人 聖人其實和你和我一樣 都是平凡人 但是他們不平凡之處 在於他們能夠克服自己的私欲偏程 並在危難 甚至在迫害中堅守信念 選擇更高層次的人生目標 追隨和活出耶穌基督分事的真、善、美 這些聖人為我們 在世經歷磨練的旅程 帶來希望 盼望你也願意接受 這個更高召叫的邀請 去走誠聖的道路 是以誰為愛世人 在收睇過這一集生命恩傳之後 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歡迎你們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謝謝大家